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接下来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想要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以后公司新闻一提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去了解在一些争议性世界背后 直到我们去持续关注的一些在制度上面法规 甚至是一个整个历史发展的问题 在4月7号是郑南龙先生逝世的日子 这位为台湾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台湾独立主张 不断在奋斗最后牺牲生命的 这样一个先贤者 其实在这一天很多人都会发起这个纪念的活动 那当然在4月7号的这一天也被定为言论自由日 不过在4月7号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呢 其实就在郑南龙先生牧原有举办的追思活动的同时 也有一群这些青年 还有包括一些大观治救会的学生成员以及居民 其实也要对这个政府表达一些意见 不过他们这些成员到了这个墓园的周围 其实就遭到维安人员的拦阻 那他们只能够在旁边呼口号来表达意见 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现场的一位翁立书老师 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观察 事实上他也写了一篇文章来给这个公库 他会觉得说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虽然在这个蔡总统在这个追思会上说 台湾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已经往前了 那是台湾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那可是他也感叹说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表达言论自由 我想郑南龙先生也应该并不会反对这种表达诉求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再来跟大家讨论 这个我们过去曾经跟大家谈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大观的社区的这个破签案 今天跟大家一起跟我们聊天的是 大观自救会的成员唐佐新来跟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个话题 索欣你好 老师你好 首先要不要先请你跟我们谈一下 为什么在4月7号这一天你们会到郑南龙先生的这个追思会上 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陈情抗议呢 那当天的情形是什么 其实我们那天会去其实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说因为破签很紧急 然后我们希望蔡英文总统可以正视我们大观社区的居民的处境 以及我们的诉求 那第二个是我们认为其实总统蔡英文 他出席这一场郑南龙先生训练29周年的追思会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讽刺 因为他实际上执政以来他对于抗争者 不管是说我们土地议题或者说劳工团体他其实是不计手段的打压 然后用告的也好用罚款的也好 其实都是试图让这些抗争者近身不能标打言论自由 在当天发生了哪些的事情 然后我们当天是有两台车过去 那其中有一辆车就是可能包含我 还有居民跟我们所有的布条跟道具 因为我们原本安排是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是一场追思会 其实我们怕 我们想说顾及家属跟亲友的心情 然后可能就是在场外 在草皮外面我们拉个布条 然后陈列板子 那板子上面就是写说 蔡政府执政以来他使用了哪几条法律 那我们身上各背了多少条 比如说机会游刑法 社委法 然后公共危险 妨害公务这么多 然后我们就列出来坐在场外 以静坐的方式等待蔡总统经过 然后没想到当天 我们车子踩在金宝山的山脚下 就是距离会长四公里之外 然后我们一要开上去就被揽车 然后金山分局就表示说 我们不能上去 因为我们没有邀请汉 然后我们当场就是说 那其他的 不能上去金宝山 还是不能够进入到那个追思会的线 我们连金宝山都上不去 所以在山脚下就被揽车 对他就是我们一开车上他就说 你们是大官吗 不能上去 嗯嗯嗯嗯 对我们就被揽车 然后我们就说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们依什么法条限制我们自由 嗯 讲不出来 嗯嗯 警方讲不出来 但就是把我们困在现场 然后当我们要下车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我们推到路边 然后举那个违反集会游刑法 要求我们解散 嗯哼 那当然我们在现场一直说 你们现场到底是依 依什么法条 这样子做 他们最后挤出来的法就是 呃 及时强制 嗯哼 紧之法27条及时强制 所以这个 嗯哼 所以这样子在当场其实就已经 应该讲说刚刚在山脚下就被拦住了 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在跨越雷池一步 接近到会场 完全无法 嗯哼 后来就是我们又被拖到一旁的草丛 然后到了最后整个活动都结束了 我们要离开现场 因为呃 因为我脚受伤了 也有居民受伤了 然后我们说希望可以去换药 爆炸 现场警方不给走 嗯哼哼哼哼 不过是不是在会场里面也有人举起了 这个所谓的大罐子就会相关的这些 口号这些标语 对因为另外一车 就刚好没有被警方 呃跟车 然后他们顺利可以去到会场 然后 而他们一直到说我们山脚下是这种情况 然后显然也没有办法 采取原本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最后他们就是 以在现场说喊口号 的方式来向蔡总统诉求 嗯哼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抗争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冲击 特别是我想你们选择在这个言论自由日 来去表达这个言论 但是事实上在某种的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三脚下就已经被拦住 其实甚至连到会场的机会也都没有 那在会场的这些成员 其实也都是一个安静的这种表达 这不是一种很大的讽刺吗 是啊就我们其实没有想到说 那天会是这么夸张的局面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原本是说就是 呈列板子 让来就是来参加这场追思会 可能也是珍惜或支持言论自由价值的民众 团体知道说现在台湾社会 还在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不相信说 这么多民众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竟然会无动于衷 或是说冷嘲热讽 我们不相信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到会场外面 来做这样子的表达 可是竟然在三脚下 就被莫名其妙的拦扯 后来蔡英文总统或者是包括退府会 有什么样的针对这些事情 有些比较具体的回应吗 或者是你们这样的一个数学 有达到当时你们所设想的这个目的吗 当时蔡英文总统在现场是回应说 大观社区的差迁问题的朋友们 大观社区的朋友们已经抗争很久了 那相信各机关在处理的时候 都会倾听他们的诉求 然后相信大观社区的差迁问题 会有一个适当的处理 所以其实孩子是在一个比较口号式 或者是当然在现场的一种回应 那实际上实质是怎么样 也许我们还必须要更后续的观察 不过你们的诉求是不是能够被接纳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也有这些住户是被拆迁掉了 当然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待会也做了一些安置的行动 不过我想我先回到一个跟根本的这个问题上面来讨论 就是大观社区的这个发展历史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这个事件到底发生的缘由是什么呢 为什么从这个过去的一个 可以好好看起来是可以好好居住的一些居住的环境 或者居民 但是它最后必须要被迫欠了 就是其实我们认为说这个过程破签的起点 其实就是制造为贱户的一个过程 为贱户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观社区的前身其实是1950年代 那时候复联会所新建的复联一村的附属的市场 公开招商合资新建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荣民 主要是荣隽 荣隽来这边做生意 卖青菜 卖学鸡学鸭 然后到了后来1963年的时候 有一场格勒利台风 然后就淹大水 那当时这一些人是不被算在眷户里面的 所以没有被安排安置 那當時去詢問主管機關 那他們得到的回應是說 你們要嘛搬走 要嘛自行留下來 等於是說政府也不管你 可能那時候土地並不值錢啊 那你們這群人要在這邊 政府也不需要提供另外的正式的住宅去安置 那十幾年下來 然後19607年代又有更大一批城鄉移民 就是北上謀生 那沒有辦法在台北買到房子 那只好落腳在地價相對低廉的福州這一塊地 然後到了2008年的時候 那退府會那邊就直接提起了民事訴訟 就說你們是侵占國有地 那民事訴訟一拜訴 那就有一筆所謂不當得利的罰款 那金額從二三十萬到數百萬不等 那除了要負擔這樣一筆罰款之外 居民還要自行財務還地 那麼如果你不自己拆 那政府就會拆 那政府拆 居民還要再付一筆 怪手的費用 強制執行費 然後 我們認為說為什麼會突然提起民事訴訟 直接用告的 其實我們認為是說 2002年的時候 新北市那時候是蘇貞昌當台北縣長 他提出了一個都市計畫 那是將大觀社區化作 設施設施用地 那據我們了解是後續可能要做公園綠地 那 這塊設施設施用地 他為了要這塊地 那就是以中央清理國有土地的手段 然後直接用民事訴訟提告 因為這個是最快最方便的手段 讓上面的居民被清走 所以對於官方來說 這樣的這區的居民 其實並不是一個合法擁有這些居住權利 所以他們用這樣一種所謂的訴訟的方法 有什麼不可以嗎 就我們會認為這樣子 我們稱之為非正式住居的社區 這樣子形成的原因 其實是根植於特定的歷史脈絡 那其實在台灣也是相當普遍的一個常務 也就是 發言主義國家 那他在快速都市化的時候 並沒有提供 政府並沒有提供他應該照顧 安置的義務 所以很大量的 比如說政治移民 我們說的榮民榮眷 或是說城鄉移民 或是說經濟條件不佳的弱勢群體 他們其實是必須仰賴 這樣子非正式住居 去承接他們住宅的需求 那這樣的非正式住居 其實也是消解了潛藏的社會危機 嗯哼 你剛剛有提到在2008年的時候 這個曾經政府提起的這個民事訴訟 那當然這個居民就被要求要賠償 不過2008年到現在也都有將近10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居民仍然居住在當地 並沒有被政府要求遷移嗎 很 其實自從被告之後 因為其實我們社區很多住戶 阿公阿嬤 有一些不是字啦 不會講北國語 不會講國語 那也第一次上法庭 有一些根本就沒有錢去請律師 那往往是敗訴嘛 沒有法律資源 往往敗訴 那敗訴之後 因為面臨不當得利的扣款 那不當得利政府就是強扣嘛 可能扣你強制 強制扣你薪水三分之一 或法派你不動產 或動解你帳戶 那很多榮民一生的積蓄就是終身奉啊 那真的是不敢被扣 那就只好所謂進行自願的搬離 可是自願搬離的被 這樣子的說法其實隱藏是說 政府用這些手段 就製造經濟壓力 然後迫使你離開 那政府也不會問說那這些榮民之後去了哪裡 是不是住到更邊緣的角落 這些是政府從來不會問的 所以在這些訴訟抗爭之後 到現在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退伏會後來有要同意去安置這些居民嗎 還是一樣要他們賠償 要他們離開呢 不當得利那個是已經強制執行了 就是說你有能力的就是釋出借貸來償還 那沒有人真的沒有能力 你戶頭沒有錢的 那就是一輩子就背著這個 背著這個債務 那目前主要的說明會是去年9月26 退伏會 新北市城鄉局社會局 有名女立委 他們一起召開了一場包租代管說明會 那 他們提出了包租代管 社會住宅跟租物緊貼 那最後我們全體居民是經過投票 那全數居民反對 反對接受這個方案 以及說後續還有一個社福資源轉介媒合會 也就是請來慈濟慈濟慈濟慈會養的 就是社福民間社福團體 說要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我們是一概拒絕 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提出 其實那時候我們非常猶豫 因為我們怕說這已經是退伏會 能夠拿出來最好的東西了 但是我們後來 跟居民討論過之後發現 以現在居民的處境來說 這些東西根本就 不能用 完全不能用 因為 其實這些都是新北市府既有的一些 社福的資源跟方案 那 像是退伏會很常對外說 你們大觀社區就只有兩三戶的法定弱勢 那不是弱勢的你們就不要在那邊吵說要暗制 那其實我們已經對外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社區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實質弱勢 就是被現行的 很畸形的社福資格被排除的 實質弱勢 就像是 因為破千 因為要被追逃不當得利 所以很多住戶 他變成只好打黑工打零工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一個正式的收入 他們沒有辦法被算在 就是正式的 被算在中地收入戶裡面 那這個東西又會影響說 你就沒有安置資格 嗯哼 所以 這個東西我們完全不能適用 所以也不能接受這樣的處置方案 嗯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歷史發展 不管是一個城鄉移民 或者是一個國家發展 或是過去的所謂的政治移民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一直長期的累積的 到現在慢慢的發生的這些問題 而政府如果回到一個 所謂的轉型正義 或者是一個住者有其屋 或者是他要去回到 看到這些所謂的城市發展 都市發展之下 這些默默的這些犧牲者 或是無故的犧牲者 那麼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恐怕都必須要有更有智慧 或是要更完善去解決 那雖然這個政府 退伏會他們提出了一些相關的方案 大公安社區的居民未必會同意 那麼我們待會再繼續請教 什麼樣的方案是比較願意去接受的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一兩年的過程當中 又經歷過了什麼樣的抗爭的歷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本週的大圓載報新聞 經過九次環差會議小組 審查的花蓮193縣道 17號召開環評大會審查 反對與贊成民眾都有大批人馬前往 雙方意見仍然分歧 還有學生衝入會場引發衝突 最後開發計畫確定通過 193縣道從104年12月開始進行環差審查 經歷了9次會議 最後在去年10月 縣府以開發新道路 避開爭議防風鈴路段的方式 得到環委的認同 但是環團認為 193縣道調查報告已經超出3年 不符環保法規 不排除會提出訴願 臺北醫學大學近300位學生和校友聯署 抗議校方長期忽視學生宿舍權益 以及實驗室空間嚴重不足 卻投入大筆經費 興建可獲利的職子治療中心 和生計園區 要求校方應該要重視學生的受教權 拒絕教育商品化 近臺北信應計畫區的臺北醫學大學校地有限 學生表示 學校在校門口興建展示學校形象 販售紀念品為目的的玻璃屋 並且在3月底時宣布投入40億 在雙河院區建構1.5公頃的北醫生計園區 近日也在校內興建職子治療中心 但是學校多年來卻無意擴建 老舊實驗室 增建不足的宿舍床位 北醫學生表示 學校學生有將近6000名 宿舍卻僅有800床 而學校最近5年平均有5億的財政盈餘 但是這些資金都沒有被投入教育 以及學生相關的建設上 校方則表示 未來將在雙河基地設置宿舍 並且在大臺北地區尋找適合的住宿環境 眾選會17號出審通過反同混團體 提出的三項公投提案 挺同團體認為有違憲疑慮 將會請律師團盡速演繹 是否提出行政訴訟 三項公投提案分別為 反同婚入民法 民法婚姻限定一男一女 以及反國中小實施統治教育 都渴望進入第二階段連署 挺同團體第一時間表達抗議 實在力量也認為眾選會公然違憲 眾選會主委19號則強調 同婚不入民法公投不等於反同婚 而是在探討如何落實同婚權 他也強調 大法官傑斯文保障相同性別者有結婚自由 這是已經確定的 提出公投的下一代信徒聯盟則表示 肯定眾選會落實國民主權 而第二階段連署如果通過 就可以正式舉行公投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總想在剛剛大圓仔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台北醫學大學的學生 其實在抗議學校 在這個所謂的興建醫院 或是其他相關設施 可是忽略了學生他應該要有的 受教權或是相關設施的這個建制 所以他們就召開的記者會批評 學校是一個學店希望學校能夠去趕緊的去改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出現在北醫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大學 基本上來講會把他的這個相關的經費 會用在一些硬體的建設上面 或者是讓這些空間能夠轉換成為其他獲利的 這樣的一種商品的交換的這種可能 或是因此而這個獲利 那相對於學生的權益也許就在這個過程當中被排擠 甚至在使用學校的設施 還必須要花這個所謂相關的租用的經費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叫做使用者付費 可是在背後也意味著沒有錢付費的人 他就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這個真的是一個教育的目的嗎 教育是要去讓這些在使用這些設施上面 有增加這麼多的不方便嗎 我們也會持續的去關注在大學 越來越商品化的這個問題 回到我們今天的節目要跟大家談到的是 大官的這個拆遷的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們跟大家邀請的是大官至救會成員 唐佐新 佐新你好 老師好 在剛剛的討論當中事實上 我覺得有些部分 也許我們可以再做更多的討論 例如說在整個這個拆遷的過程當中 你剛剛特別強調 這是一個所謂的歷史的這個因素 那有很多的移民 其實特別是剛剛談到的政治移民 對政府事實上是存在了一些信任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到底為什麼會對於這個政府的這個信任 會越來越失望 或是越來越疏離 過去政府到底有對他們做過什麼樣的承諾嗎 或者是他們其實 或者是他們就根本就誤解了政府 所做的相關的承諾呢 就像我會聽一些爺爺奶奶講說 之前榮家都會跟他們說 這邊大觀社區這塊地不會拆 不會拆除 可是如果真的會拆 那一定會給錢給補償 不可能說給你白拆掉了 一定會照顧你 那可是這樣子的說法 到我們去年去開那個說明會的時候 現場阿公阿嬤就這樣子講 那退伏會理文中 退伏會副主委理文中就說 這個你要拿出書面證據來阿 可是這其實都是這些 這些居民對於榮家 或是說國家的一個很大的信任 他就信任說不可能會拆房子 一定會照顧我 像是我們有社區有好幾位榮民 榮民伯伯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退伏會就是我的 就是榮民的父母阿 榮民是不會去欺負小孩子的 他們不相信會拆房子 所以榮家過去有對他們做過一些具體的承諾 對就是榮家的人員吧 我不清楚是主任或是說輔導員 但是他們就給了這樣一個承諾 那誰會去想說 我要錄音或是我要請你簽一個契約 那我們住戶也講說 那你要我們去地府找這個人嗎 那其實1995年的時候也有辦 榮家也有辦一場協調會 就是說這些居民只要繳納水電證明 居住證明 那就可以辦理成租成垢 讓你們繼續住下來 可是因為榮家的主任兩年就換一次 那當時雙方也可能會覺得說 不需要這麼積極處理 因為這塊地可能當時也沒有那麼值錢 也不是一個什麼很昂貴的商品 結果到了現在2008年 10年前卻直接用民事訴訟來提告 嗯哼 所以這個對於所謂的農民而言 其實我想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 在心理上面一個非常大的挫折 就是說過去我們的長官 過去我們的同袍 過去我們的兄弟做了這樣一個承諾 雖然沒有這些所謂的書面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基於一種信任 基於一種關係而繼續的註下來 當然我們看到隨著時空的轉移 隨著這個政府政策的轉變 隨著城市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承諾 對於這些老農民而言 其實就已經變 逐漸的變成這個灰燼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過程當中 政府也提出了一些相對應的解決的方法 可是你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或者是說你們有什麼樣比較具體的主張 希望政府能夠落實的呢 這樣的一個落實才是對於這些 農圈或是居民才是一個很好的保障 因為像是不管是說社會住宅也好 包住代管也好 租屋今天第一其實是 政府就給你一些 給一些符合資格的租屋一些補助 然後還是讓你自行在住宅市場上 自立救濟 那即使說大家都可以申請社會住宅 大家都搬走了 可是我們要提出的是說 社區它其實是為這些住戶 這些爺爺奶奶們 撐起了一張社會安全網站 一個互助網路站 那一旦搬走了 一旦這個社區整個被產品了 那消失的不只是說 我賴以生存的家園 或我的記憶我的情感 而是還有一點就是 社區的互助網絡就消失了 那這個社區網絡不只是說 情感支持的 我跟妳打招呼 我照顧我照顧妳 而更是說介紹工作機會 或是我幫妳看顧妳的爸爸媽媽 或是小孩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 那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原地續住 所謂的安置 安置或是補償那都是 原地續住真的真的不可行了 那妳起碼要保障我最基本的居住權 我們才去走安置 那我們當然最希望還是說 這塊地就讓我們住下來 這的確是一個在台灣政府 在破千也好 或是在安置也好 我們看到政府 似乎也提出了一些 相對應的政策跟方案 可是有兩個問題 經常會引起一個比較大的爭議 就是妳今天安置到另外的地方 其實不是一個免費的 妳另外要去付錢 付房租 或者是妳必須要貸款 這些並不是原來 這些已經比較中低收入戶 或是一些比較社會的弱勢的族群 是有能力去承擔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在過去的經驗也可以看到 這些破千 或者這些安置的結果 其實就是把既有的社會網絡 是整個拆散掉 而這裡頭的居民很多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在這樣的拆散掉之後 其實他們自己的生活 恐怕都會面臨到 不只是在經濟上面的問題 在情感上面 在社區的連結上面 他都失去了這個 所謂的支持的系統 這也是 雖然看起來政府是一個美 但是實際上面 對他們未必是真的 能夠有得到一些幫助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一兩年來 這些 開始有比較這些激烈的 這些所謂的抗爭的手段 可不可以請主席告訴我們說 這幾年 這一兩年來 妳們採取了什麼樣的 這些手段 來去表達妳的訴求 而這些訴求官方政府 有什麼樣的回應嗎 其實我們一年多以來 該去的機關其實都去了 那手段就是 可能破期 有破期的 然後有貼布條的 然後我們最激烈的應該是 去年五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也是在強裁 然後我們去擋前行政院長 林全的坐車 那這個停也是 後來有六位找起訴 包括居民 然後4月23日要開庭 對然後 其實我們一位居民湯家梅 湯家梅湯阿姨 她說了一句話 那時候是 我們黨差的現場 然後我們才剛開始沒多久 就有七位 七位成員被抓走 然後她就在現場大喊說 難道因為我們是窮人 我們就連抗議的權利都沒有嗎 那其實這句話是 這些居民一年多以來 很真實的寫照 因為我們不管是 採取什麼樣的抗爭 然後首先是 社違法罰款 極有法 妨礙公務這三條 然後我們也認為這三條 是最容易入抗爭者與罪的法條 那尤尤其是說 在實務上其實 像是3月24 3月24我們大關的遊行 那當時就是大安分局 只要知道你是熟面孔 不管你到底從事了什麼行為 只要你是熟面孔 她就 告 公共危險 妨礙公務 交通財罰 她能想得到的 然後 只要你 她是 她是大安分局認識的人 她就直接提告 就是說 告到你煩 告到你怕 嗯哼 嗯哼 自助人來講會有很大的壓力嗎 那 對居民或是對自救會的成員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壓力 那其實 有型的打壓就是說 喔 行政院前好幾層巨馬 或是欄杆 或是說警察的肢體的暴力 那無形的打壓其實就是 一張一張警訊通知書 或是一次一次很漫長的開庭的過程 嗯哼 尤其是說居民根本就沒有 你說她上 她知道怎麼跟檢察官講話嗎 完全不知道啊 嗯哼 有被告的居民 她其實 有非常嚴重的憂鬱症 她自從被告 就財務還地以來 她需要吃藥才能睡覺 嗯 那她今天 又要走上法庭 嗯哼 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我覺得 對居民來講 可能在心理上是一個很大的驚訝 因為她可能隨時就沒有地方住 可是又加上了這些 這一種所謂的呃 訴訟 或者是必須要出庭 在他們現在的生活的狀況又是怎麼樣呢 其實像我們大觀社區的居民 呃如果是女性的話 我們中高年 中高年的女性 他們多半從事是像看護工 清潔工 嗯哼 或是說有在工地零日薪的 嗯哼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到四五十歲才正式投入就業市場 因為他們的榮民就他們的先生是榮民 那可能在他們中年的時候就過世 他們必須在這個時候去去就業 那又可能國中畢業 哦 夜間部畢業 那可能從事的工作就只能是呃 比較基礎的服務業 體力勞動 嗯哼 那有我們很多阿姨都是做看護啊 那上大夜班 哦 晚八到早八 然後一早又要跟我們去開記者會 嗯哼 或是說清潔工那就是打零工的 有些阿姨甚至在包裝工廠上班一個小時一百塊的零食工 嗯哼 然後不斷的加班不斷的加班才能去償還不當得利 嗯哼 那男性的話也是從事體力勞動 搬家 搬家工人或是油漆工或是在工地打工 做旅門窗 這些都是 嗯哼 那這些就是我們居民的勞動狀況 那其實都是很不穩定又低薪 嗯哼 那那你要這些這些群體 只要這些人去負擔一筆好幾萬的不當得利 那你又要這些人在破錢之後又要落腳在城市的哪一處 嗯哼 我們像這個政府要了一年多啊 這個答案要一年多 然後好不容易蔡英文在4月7號他說會適當的處理 嗯哼 那沒想到我們4月16我們進去城市 居民進去城市 得到的答案就是 護提皮球 就是說 那就交由全責機關退府會 來好好處理吧 就是你們那天後來是有到了總統府嘛 有接到接待 而且好像進去蠻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具體的一些回應跟承諾 而是希望這三萬代會再繼續處理嗎 我們進去了7個小時 嗯 然後叔叔阿姨在外面 也等了7個小時 在那邊吹風 然後大家抱著希望說我們進去這麼久 那一定是會有好的結果了 嗯 然後沒有想到公關公共事務室的人 給出來答案就是說 哦 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先跟退府會好好的溝通 但是我們就提出了就是 所謂好好溝通那就是去年包住代管說明會啊 如果還是這樣呢 那這樣子是叫落實居住權保障嗎 嗯哼 嗯哼 他們沒有答案 嗯哼 這樣子狀況底下你們對於蔡英文政府 還有任何的期望 或是有什麼樣的期望 我們當然希望說他4月7號那一番話 不要只是說一時的敷衍 或是說好像沒畫自己的政治形象 我們絕對不希望這樣 因為我們家被拆了就是真的被拆了 我們沒有什麼籌碼繼續跟這個政府談了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說蔡英文總統 你一定要履行你的承諾 嗯哼 所以如果說退府會這邊沒有辦法再給我們滿意的答案 我們一定會繼續跟蔡英文總統要 嗯哼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去關注的一個議題哦 特別是我們在節目當中常常會談到一些 所謂的都市發展而被犧牲的這些弱勢 但是這些弱勢的朋友 事實上在過去也是整個國家發展城市發展非常重要的力量 不管是所謂拉瓦克部落 或是像其他的這些所謂的拆遷的問題 或是在大觀社區也都是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我們會期待我們政府也能夠好好的在所謂的依法行政的同時 也應該去從一個歷史的角度 歷史的脈絡去看到這些個別的差異哦 今天非常謝謝唐佐新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會拜拜 下禮拜再會